请卓院长贝雄 请卓院长贝雄 想要跟院长提的就是赖清德总统的六大政见 第一个就是赖清德总统他有提到支持立法保障新住民的权益 因为新住民的议题它是横跨了语言医疗教育文化 等等不同的面向 所以赖清德总统他说应该要透过这个立专法提供更加全面具体的权益保障 我想请问就针对这一条我们院长知不支持 我们新住民权益要立专法这个部分 总统在竞选过程当中所对人民的承诺 我们都积极的而且普遍的把它纳到国家希望工程里面来 那当中当然有一些是分年分阶段要来执行的 但对新住民的政策我们始终站在一致的立场 台湾是一个包容的社会 我们很欢迎也很需要新住民的加入台湾这个大家庭 所以一定在这样的理念之下 我们去对未来的国家希望工程一一的落实 所以立专法这个部分我们院长其实您是支持的嘛 对不对 因为本期其实在上一届的时候已经有提出了新住民权益保障法 那我在想那总统既然也支持这个专法的这个设立 所以我希望就是说我们行政院能够提早提出这个院办 那当然也是落实我们赖金河总统的这个政见 我们部长今天在场 谢谢罗伟源的关心 罗伟源长久以来都非常关心新住民 而且您自己也领先提案了新住民的权益保障法 那但是呢我在看这个内政委会在讨论的时候呢 也有其他委员希望提出所谓的新住民基本法 那很多不同的委员都关心新住民这是事实 但是对于新住民的定义 到目前为止好像还没有一个具体的一个共识出来 那所以现在在内政委员会里面讨论的部分呢 应该就是委员或是其他委员所提出来的版本 但是无论怎么样落实这个赖总统的政见 包括说强化这个新住民的发展基金 我们现在的基金大概是十亿元左右 我们当然希望未来会有更多的基金 可以放到这个新住民发展基金里面 还有对于他们的聘雇 或者是对于他们的国家通议 以及他们新住民刚刚到台湾来的时候 不管他在生活语言文化上面需要照顾 都是列为我们非常重要的需要执行的政见 那如果我们现在行政院要推出所谓的新住民的其他法律进来的话 现在跟在内政委员会里面讨论 时程上面可能会有一些落差 那这一点呢可能要请委员多多帮忙 我们必须用什么程序会比较好 所以部长您的意思就是说 到目前为止我们对新住民的定义到目前为止 我们都还没有一个非常明确 到底新住民包含了哪一部分的这个族群 我想过去的话 我们想到新住民就想到说只有婚姻移民 可是现在呢 新住民不单单只有婚姻移民 我们现在有人才专访 我们有乔生评点制之后留在台湾 成为台湾新住民的都有 所以变成说 现在经过各种管道来到台湾 这些人是不是都是新住民 我们不应该新住民只含婚姻移民这部分吧 这部分我们到现在还都没有办法厘清吗 新住民这个定义 连我们行政单位都没有办法去厘清它的定义吗 是报告委员 应该是说每一个部会 包括说你讲到了乔生或是乔外生 他们所提出来的定义都不太相同 但是无论怎么样 刚刚刚提到 在部队上怎么样照顾 只要有拿到合法的签证 或者是合法的证件来台湾的 我们都应该本于我们自己台湾一个人权立国的精神来照顾他们 所以部长您的意思是说当要订定专法以前 新住民的定义必须出来 是不是这样子 当这个定义没出来之前您觉得立法是有困难的是不是 会有是说完成共识 就是三党要完成共识之前恐怕会有一些困扰 就像我刚刚跟委员就提到 那对于行政单位您对于新住民的定义是什么呢 因为到目前为止新住民是没有法律定位 没有 完全是没有的 确定是没有 跟委员报告一下 那到底我们行政单位对于新住民的定义是什么呢 目前在内政部所管辖的移民署的部分 就是所谓的中华民国国民的配偶 所以只有婚姻移民 或者是其他外国 可是那是因为早期的定义 因为早期确实是以婚姻移民为主 那这一两年我们已经修了人才专法 我们很多移民的管道不单单只有婚姻移民 那这些后面这个 因其他管道来到台湾的这些新住民 就不能算是新住民吗 没有 他们也应该列为新住民 是也应该列为新住民 我们现在还没有把它统整好 是 我现在想说好 OK 大家都支持有个专法 可是我们最单纯的新住民的定义是什么 到现在都没有办法厘清 所以说 要立专法之前 听部长的意思 新住民的定义必须要 要有 要有一个定义出来吗 我想委员的意思应该不是这样 就是无论怎么样 只要到台湾来是合法过来的话 他们的权益的保障要先来 但是未来要定定新住民的权益 基本法或是权益保障法 所以部长您的意思就是说 新住民的权益我们先来保障 那之后他的定义我们再来定义的意思吗 是这样子吗 在我们行政立场上面 它是延续的不可能断掉 那我们要保障的新住民 就是说只要是说 他从国外来到台湾 定居 停留 居留 我们都要保障他的群义 是这样子的意思吗 不太能够包含所谓的这个移工的部分 是 所以我在想 单单新住民三个字 这个定义可能就要花大家很多的时间 来做一个讨论 OK好 那 权益保障的部分 我在想这个我们一定要来推行 OK 这部分我想应该行政单位应该会来支持 好那再来 赖清德总统有提到说 要长化新住民的这个专责单位 逐步提升他的位阶 很多人都说 新住民到目前为止 都没有一个专责单位 凭良心讲是有 但是新住民的业务呢 是挂在内政部移民署底下的移民事务组 在底下的移民辅导科 他是一个位阶非常非常低的一个专责单位 所以我可以理解赖清德总统 他有提到逐步提升其位阶 像这部分的话 我想请教院长 这部分我们也是支持嘛 对不对 是的 跟委员报告 因为刚刚成如部长所说的 新住民的多样化 而且增加的速度也蛮快的 所以我们一定要迎头赶上 那么在院里面 现在我们有新住民事务协调会 我们会承诺 我们会来强化这个会报的功能 在相关法还没有完整之前 把这个协调会报的功能强化出来 让它扮演更重要的角色 扮演更重要的功能 像刚刚部长所说 对新住民的权力的保障 我们先把它设为最优先 那么在这样的过程底下 我想即使还没有很明确 在法令底下有一个专责机构 但是要提升这个协调会报的功能 我努力让它达到委员所希望的那样的一个程度 跟院长报告 我们确实有个行政院新住民协调会报 是的 可是院长刚才你有提到了 半年开一次会 半年开一次会 我很清楚这个会报是我组织的 我不会半年再开 是过去一直都是半年开一次会 疫情当中连一次 好像三年都还没开一次会 像这样子我们如何去落实 我们的新住民政策 好那我绝对支持 支持我们赖清泽总统说 要强化新住民的专责单位也好 或是协调会报也好 既然我们已经有这些单位了 为什么不去把它的功能更加的强化 半年开一次会的协调会报 本席绝对是有意见 我过去也是新住民协调会报的委员之一 所以我们很理解 半年真的是效果非常的故障 所以这部分的话 在我们还没有提升位阶之前 我们来强化新住民协调会报 本席也能够来接受 只是不能只有嘴巴说 我觉得像上一阶 我就不断在提这个问题 可是大家好像就说好 我们来加强 实际上完全没有动作 我也希望就是说新政府上来之后 真的是要来正视这个问题 如果说我们因为组织编造的关系 我们真的目前没有办法说 给我们一个属也好 一个委员会 可是你在既有的这些单位 你要去加强这个功能嘛 对不对 不要说组织编造都 动不动就说 因为组织编造的关系 我没有办法给你一个委员会 我没有办法给你一个属 可是现有功能要去加强 这才是我们要真正要去进行 我们现有的这个单位你不去加强 那当然我们要的 这样的单位又没有办法给我们 那如何去落实我们的新住民政策呢 好 这部分的话 要跟有关单位 我们的相关单位来做一个提醒 好那再来刚刚部长有提到 建立国家集责这个通议制度 那当然在今年的四月 我们开始事办通议制度 精进事办计划 可是呢这个计划 其实我跟内政部 其实也是之前也做过了一些 一个检讨 其实这个事办计划 对我们的培训 对这个专业度 那还有这个认证制度 其实是没有任何的这个改善 它其实有很多需要 加强的这个地方 所以我也赞成 我们赖总统所说的 建立国家集的通议制度 因为现在的目前的通议制度 精进事办计划 还是落在移民署 移民署也不过是一个三级单位 如何去handle这个 这个这么大的一个工程 做实在的 我也觉得 这个是很不可思议的一件事情 像这个国家集的通议制度 我都觉得说像教育部的角色 应该也要进来 国发会的角度应该也都要进来 不是丢给一个小小的这个移民署 移民署人力真的是不足 这部分我必须要跟移民署说一句话 好那再来还有其他的 那再来还有就是说 我要跟院长请教就是说 那当然我们赖金车总统呢 如果这个计划 如果这个证件有通过 也是一个德证 就是专案计划延长新住民 直系尊亲属探亲庭留 校齐的这个签证 我不晓得这部分的话 两位有没有去了解这个计划的 这个证件的内容 专案延长新住民直系尊亲属探计停留校齐的签证 是 这个已经在 总统在竞选过程的里面的证件之一了 那我们会详细 看它影响的程度以及 多少的这个适用范围哦 我们来订定一个可以讨论的一个基准 微信户去新住民的尊亲属来台只有半年的时间 那我们希望能够延长到一年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看人才专法 人才专法里面 这些国外的这些人才 他们来到台湾来工作之后 其实他们的尊亲属来台可以停留半年 其实这不影响我们的劳健保 就是把他的这个签证延期到这个半年 我还想如果说 呃 拉清德总统这些新住民证件 呃 我们的行政单位可以一亿来落实的话 我在想呃 对新住民在台其实是呃 有很大的这个协助 我也希望相关 单位证事也希望早一点来做这个落实 好 这这几点就是呃 拉清德总统 他的新住民的六大政见 我提了四个比较重要的这个政见 来跟各位做这个探讨 OK 那下来呢 下一个议题呢 我想请各位回座 我请劳动部跟国发会 他有一点时间 我想要探讨 另外一个议题是 是有关于乔外申的留台工作 因为本席具有新住民的背景 以及乔生的这个背景 所以这个对我来讲 也是非常重要的这个议题 因为在2022年的时候 国发会 院长您可以回座 没关系 没关系 OK 好 在2022年的时候 国发会呢 曾经有订定的一个目标 就是2030年 我们要增加19万的乔外申留台工作 可是也目前呢 我们乔外申每一年 又是2022年开始来看 我们每一年留台的人数只有6000人 我其实我昨天已经跟刘主委有做过探讨 就是说 这个目标到2030年 我们要19万的乔外申留台 你必须每一年要有3万人留在台湾 你才能够达标 可是目前我们看到的连1万人都没有 我们要如何达标 所以实在的 我们这乔外申 我们希望是我们自己培养的这些孩子 能够留在台湾 因为我们毕竟还是缺工缺人嘛 那目前乔外申留在台湾有两个途径 就是乔外申的评点制 那再来的话就是人才专法的这个部分嘛 可是这两个部分其实都有一些限制 那这几天呢 这几个月呢 其实我有到各大专业校去做一个座谈 那乔外申他都有提出了一些诉求 比如说他们希望取消乔外申评点制的名额上线 那再来呢 推动个人工作许可制 那第三呢 放宽企业资本业额规范 并简化申请程序 那第四是演绎乔外申毕业寻职期间的公读方案 这是本期到各大专业校跟乔外申座谈的时候呢 乔外申所提出来的四大诉求 那我们也希望因为时间的关系 我也希望说这四大诉求提出来之后呢 我们劳动部 我们国发会甚至桥委会教育部 四个部会 可以跨部会来做演绎 对这样子我们才能够把这些我们培育的桥外申留在台湾 限制这么多的话 你想要留也留不住 所以这四点呢 给我们相关单位来做这个演绎 好以上谢谢 谢谢罗美林委员的资讯 也谢谢卓院长的